哈喽各位六年级的同学 现在我们要来开始上星期五第三节的综合课 我今天帮你们准备了一些故事 就是一些人一些表演者表演艺人他们的故事 那就请你们准备好调整好知识不要离荧幕太近 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一位台湾最年轻的太阳马戏团成员 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的人加入这个太阳马戏团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上YouTube或是Google上面去搜寻 你就写太阳马戏团 然后就会有很多其他的表演者出现 我们现在要来看的这一个就是其中一位陈星河 他很年轻哦 他说的是我要证明自己不怕高 我们都比自己想象中的还勇敢 我17岁的时候第一次看见太阳马戏团 然后就成为他们的粉丝了 甚至还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跟他们一起表演的话 该有多好啊 可是如果我能够给你看我那个时候的相片 然后我问你们你觉得我离太阳马戏团有多远呢 我告诉你那超远的 超远超远的 我觉得我的能力不足 我的语言能力也不够好 我会的东西不够专业 我觉得我离太阳马戏团好远好远哦 就好像我常常都会有新的目标 然后有新的挑战的时候 你就先把一道山挡在自己面前 然后你觉得你自己不可能 你做不到 我记得在06年的那个甄学里面 其中一道挡在我面前的高山就是 我必须要向他们证明我自己不怕高 我就选择了 我要从二楼坐后空山跳下来 向他们证明我自己 可能是他们需要的人才 我记得当我跳下来的那一刻 我就马上说我到底在怕什么 是啊 你到底在怕什么呢 如果你做的事情是你自己喜欢的 有什么好怕失败的呢 勇敢地踏出第一步慢慢前进嘛 我觉得其实你心合 你比你想象中的自己 还要勇敢很多很多 我以前很希望我自己 拥有特异功能 然后有特异功能来拯救全宇宙 但是我现在会这么说 如果把你自己的能力放在对的地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特异功能的人 我是陈兴河 我用自己的方式挑战世界 好来重点分析 这一句他自己对他自己说到底在怕什么 那你们真正害怕的又是什么呢 是怕高吗 还是怕什么 还是怕其他人的眼光 别人说你办不到 但是他却克服了他自己的内心的恐惧 这边再来看一次哦 他怎么说 有什么好怕失败的呢 勇敢地踏出第一步慢慢前进嘛 我觉得其实你心很 他告诉他自己说 其实他比想象中的自己 还要勇敢很多很多 那是否你们都有害怕的事情呢 你们自己想一想 那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那如果你一旦跨越了 你获得的是什么 我很喜欢他说的这一句哦 如果你把自己的能力放在对的地方 那每个人都是有特异功能的 对我来说 你们每一位都是非常优秀 非常有才能的 那如果你们能够把自己的能力 放在对的地方 你们就是有特异功能的人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小女孩 她看起来也很年轻哦 她做了什么事情呢 她叠杯 她在叠杯这一项比赛上面 拿到了世界冠军 她的名字叫做林梦兴 她说台湾在地图上很小 但在我们心中很大 我们就来看一看她的故事吧 我小时候没有出过国 我就很想要去美国 所以我就觉得 哇 我赶快有那个机会 可以代表台湾去美国比赛 那一年我12岁 我想要成为叠杯世界冠军 结果有一天教练跟我说 按照你这样子一直练一直练 你可能只能到八秒 但是那个时候的世界 就会是五秒 虽然说教练这个样子讲 但是我还是不放弃的 能够改变命运的只有我们自己 所以我就更努力地练习 不管练到几点 不管那时候练到 手的肌肩炎手再痛 我就想着我要成为台湾冠军 然后代表台湾去美国比赛 在比333的时候 我就用平常心 然后一边笑 然后做一个深呼吸 然后让自己最放松 就是那个1.915秒 改变了我的人生 改变了我现在 所正在做的任何一切 而且真的让世界感谢了台湾 然后所以我就安排一个桥段 就是有一个人 他就拿着世界地图 然后我们就说 虽然台湾的世界地图上面很小 但是转过来 就是一个台湾的地图 但在我们心中它很大 我的爷爷奶奶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都觉得念书比较好 但是我却没有把我的书念好 所以我决定用其他方式 让他们感到骄傲 因为第二边 他就是一直在突破自己 所以我得到很多的成就感 不管是突破自己 的记录的时候 那种很兴奋的感觉 或者是当别人觉得 这怎么这么快 所以第二边让我找回很多自信 这也是我玩第二阵的原因 因为我一直想要让我的妈妈看到 只是我那个在大陆的爸爸看到 因为小时候他都没有参加过 毕业典礼 然后他也没有看过我的 也被比赛 他也不知道我拿台湾冠军 然后他也不知道我去美国比赛 然后等到我真的用那两秒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时候 他也 远在大陆 他也在大陆看到了新闻 他感到很骄傲 在他的微博上面分享 我的新闻 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 我成功地做到了 因为我爸爸他也看见了我 我是林沐昕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挑战世界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一位 他也是一个表演者 他表演的项目是环 很大的环 我们来看一下吧 从舞台 演到街头 最后再从街头 演回舞台 我叫杨士豪 我来自台湾 我的故事 正准备要开始 大四那年才开始真正碰到他 一直到我毕业 退伍的 毕业然后当兵的那一年 才真正 每天至少花六七个小时 在这上面 每一天 严格来讲他 他不是什么坚持耶 是 是一种内在动力 因为这件事情没有人逼你 你 我是因为发自内心觉得 对啊 这件事情就是生活啊 刚开始在练的时候 因为很想会基本转 然后每天练 然后后面发现 不行哦 我刚开始 我每练十五分钟 我就觉得快吐了 就是真的是 你在 就是一直在那边转嘛 你真的会快吐了 就吃晕车药 我吃了一个礼拜 我每一天吃 我吃了七次晕车药 我发现越来越多人 在这个慢的歌里面 被吸引过来 可能这个东西很大 但是如果我今天做的是快歌 可能吸引到的人 不会这么多 可是尤其是慢下来的时候 观众反而看得更细了 会看我跟他在做什么 你越急的想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只在乎成果 他就没有那个 那个影响力了 我发现 嗯 街头 比较有趣 但也很难 我是吃了很多大便 也撞了很多墙之后 才站在这里 其实我的这个作品 它是即兴出来的 它是 它是不是我设计的 是跟着我的感觉走的 因为以前我的表演就是 就跟一般的表演者没两样 有着高难度技术 可是我到后面 我技术越做越少 我只要跟他互动就好了 对 我的灵感 都来自于 小孩 他们告诉我 你这边感觉在做什么 你这边感觉在做什么 然后凑一凑凑一凑 就发现 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了 我希望观众看到的时候 确实是 我很相信他是活着的 所以我也希望观众可以相信他是活着的 他在跟着我转的时候 他会说 你看他在后面跟着跑耶 我觉得哇 那个才是我 我上街头 最大的一个动力来源 这件事情我 我一直都没有讲出来 就是 可能大家会觉得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这个样貌 你没有这个外表的话 你也就这样子而已啊 我也因为这件事情 困扰了自己一段时间 你长太帅了吗 也可能就是 妈生比较好 没有啦 就是 我也没有觉得我长得特别素 但 相较可能他们会觉得 你就是长得比较好看一点 在舞台上出 就比较容易被看见啦 是啊 我那个时候也是这么想 会不会我 我长得不好看就 没有人要理我了 但我发现 不是啊 我出发的点根本就不是因为 我长怎么样 而是因为 我背后有什么要告诉你 对 我曾经有被影响过 那街头就是我一个 我很 他们对我来讲不是工作 是我其实在 上台是为了要 得到观众给我的东西 呃 我观众想要给我的 对 我是 我是变成是 我是需要的 我不是丢给他们的 以前是我上台是 我要你们看 我现在不是 是我做完了 你们要看我 你们要给我东西 因为我这次在 印度Tag的演讲里面 我最重要的主题 就叫童真 这个是 我在街头表演里面 街头表演所教会我的事情 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 我们其实都忘记了那个 那个想象力 跟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是我们不敢讲 我们其实有那个想象力 但是 我们因为害怕被嘲笑 害怕被别人说 讲什么啊 对啊 你不要做什么白弄什么的 可是 他就真实存在在你的心里面啊 只是你不敢讲出来而已 小女孩都会直接讲 因为他们还小啊 所以他们会问 哦 他几岁 然后 他看起来 他是真的活起来的啊 那 你看到什么 这没有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在自己心里面 看完之后 所谓的标准答案是 你有没有开始想 你有没有开始思考 中文字幕——YK 请标准答案 彼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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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